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实在是太诱惑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个 深夜放毒的人 对 因为我爱做 我爱做也爱吃 我觉得我在饮食上面就是偏爱煮食 因为我是西北人 我有个朋友从澳洲回来 然后我就请他吃饭 然后他说 得 跟你吃饭就是一桌子煮食 就割手 插条子呀 炒面片呀 对 抓饭呢 在我们新疆里除了面食 主食就是肉嘛 没别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段视频了 视频里的小王呢 也爱吃啊 但是呢 他好像出了一些小状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胖胖的计算机程序员小王 今年35岁 是个朋友圈里的美食家 最喜欢宅在家里 做各种美食 煎炒烹炸 闷溜熬炖 不管是鸡鸭鱼肉 还是点心小吃 他都手道亲来 做完美食之后 他最喜欢发各种朋友圈 在他这里 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 解决不了的 可是 最近他遇上了个烦心事 现在小王工作起来 总是会出现精神不振 头痛 头晕 继而烦躁试睡的情况 终于有一次 在家晕倒了 被急救车送到了医院 才发现 自己早就患上了糖尿病 这次晕倒 也是糖尿病闹的 医生说 他是吃出的问题 对于这个结果 一向觉得 自己身体健康的小王 百思不得其解 身边好多朋友 都是吃货 吃的花样也不比他少 怎么就他得了糖尿病呢 他好像跟我吃的差不多吧 油炸的肉 对 我就爱吃炸的 尤其炸个鸡翅 炸个鸡腿 这不再喝个啤酒晚上 但是怎么就糖尿病了呢 我觉得糖尿病不应该是吃糖 比较多吗 我觉得小王的那个饮食结构还好吧 对呀 是啊 我也觉得是很惊讶的 然后看着平时都很健康 怎么就糖尿病了呢 反正我是平常也是爱吃肉 然后平常跟同学一块出去 也就吃烤串之类的 我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这么年轻的小王就得了糖尿病了呢 那么哪些习惯是引发糖尿病的高风险呢 您是不是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呢 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 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赵维刚 掌声有请 好 欢迎赵主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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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好 赵主任 您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是不是爱吃就容易得糖尿病呢 那不是 其实爱吃呢 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享受 也是我们营养的最基本的需求 关键要会吃 要吃得有智慧 我们六十年代 那时候糖尿病很少 现在身边很多了 显然跟这个生活方式有关系 但是遗传呢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一家人 或者一家好几代 都容易得糖尿病 它有遗传背景 它占了大概不到50% 还有另外一半呢 主要是后天的 饮食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现在我们吃的热量 明显地比过去高了 所以饮食呢 跟糖尿病其实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吃得不合适 不均衡 会导致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对不对 但是胰岛素抵抗 是什么意思啊 胰岛素抵抗呢 就是胰岛素 它发挥的作用 受到障碍了 胰岛素呢 是体内 可以说为数 比较少的 降糖的激素 而升糖剧素非常多 比如说我站在这样的舞台上 我可能紧张 兴奋 我很多激素就会翻倍的升高 这些激素呢 都是升糖的 因为说 儿差分胺呢 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啊 甲胸腺素啊 生长激素啊 这都是升糖的 而降糖呢 它是比较少 比较突出的 就是胰岛素 这个降糖和升糖的激素呢 它共同发挥作用 使我们的血糖呢 控制来一个比较稳定的 狭窄的健康的水平 它既满足我们 供应我们 基本的能量的需求 同时呢 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胰岛素分泌的不足 它肯定会 血糖会升高 那广大的 占我们人口90%以上的 二性糖尿病呢 它的核心的病理机制呢 是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呢 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或者是周围组织 对胰岛素呢 产生抗性 使得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所以血糖也会高 可是它为什么 不能够充分地 发挥作用呢 是哪出问题了呢 那跟比如说 肥胖 尤其是腹形肥胖 肚子大的 这种腹形肥胖 内脏脂肪呢 它是个坏脂肪 它会分泌很多 不好的因子 这些因子呢 直接障碍 胰岛素受体 受体后的信号 这些 使得不能发挥 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 肚子大的这种肥胖 往往它容易得 糖尿病 冠心病 什么高血脂 高血压 还有尿酸高 都跟这有关系 那么 胰岛素 如果发生了抵抗 是不是就意味着 得了糖尿病呢